第256章 尾声 白云悠悠飘荡在群山之上 清风吹颂说不出的悠闲事宜 在曾经是湖岐山的地方 那个巨大深渊此刻已经没有了刺眼的血色光影 不过从深渊的深处仍然不时地传来一丝热气 隐隐有岩浆奔流的声音 在深渊之前 一个男人的身影孤单单地坐着 他双眼紧闭 看着却是瞎了 容颜苍老人行枯稿 不时低声地说着什么 许久之后慢慢地倒了下去 躺在地面之上 粗糙的地面传来了一股坚实的感觉 他的嘴角边慢慢露出了一丝笑意 口中轻轻地叫了一声 姚儿 这声音飘荡了出去 没有任何的回答 他轻轻地喘息了一阵 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又过了许久 从远处走过来了一个身影 是一个黑纱蒙面的女子 身形窈窕 正是失踪许久的幽击 他看到深渊旁边 竟有个颓然倒地的身影 身子一阵 立刻掠了过去 只是终究回天无力 扶着那个男人的身体 他的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黑纱背后 传来他滴滴哽咽的微气声 就在这时 突然在他身后的深渊之中 那深沉的黑暗里 却回响起一个清脆的铃铛声音 幽击得身子大振 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猛转过身子 向深渊望去 却除了深深的黑暗之外 什么都看不到 铃声清脆 悠扬飘荡 从深渊中回响而出 融入了山峰之中 青云山下 河阳城外 一行人缓缓沿着荒野古道而行 满面笑容的小桓 呼得回过头来 笑颜如花 对身后的人问道 平儿姐姐 你说的是当真吗 以后你真的放下一切 就跟我们一起浪进天涯了 一身鹅黄衣裳 娇媚无限 神情焕发的金瓶儿 奄然一笑 伸手搂住小桓的肩膀 笑道 那是当然 这人间太多艰险 臭男人数不胜数 日夜在你身边的 只有两个 我若不看着你 可实在是不放心呢 小桓 嬉戏而笑 两身并肩走去 身后却传来一阵抱怨之声 怒道 什么臭男人 老夫天性善良 世人皆知 是吧野狗 野狗道人 从喋喋不休的周一仙身旁走过 呵呵一笑也不答话 却是加快脚步 向这前方那两个窈窕的身影追去 周一仙呸呸呸了几声 摇头弹道 是风日下 是风日下呀 说着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回头远远地眺望而去 那远方巍峨高耸的青云山脉直插入云 气势雄伟 他的嘴角慢慢露出了一丝笑容 眼中闪过淡淡的一道锐质光芒 爷爷快走了 背后传来远处小桓的呼喊声 周一仙呵呵一笑 转过身来 手边仙人指路的竹竿一摆 大声笑道 来了来了 就知道你们没有老夫这主心骨 就走不了了吗 哈哈 哎 哎 你们几个家伙 那走慢点啊 也不看老头子嘴角慢不利索 哎 时光悠悠 不知一转眼又是多少光阴流逝 陆雪奇接任了小竹风首座之位 这一日遇见出行前往大竹风 看望已经与大竹风首座宋大人成亲的师姐文敏 两师姐妹多日不见 见面自然便是好一番的亲热话说 从早间一直聊到了中午 陆雪奇这才起身告辞 宋大人与文敏一起送了出来 三人站在守敬堂外 陆雪奇环顾四周 对着文敏笑道 这里好像很是清静 正和师姐你的性子呢 文敏微笑点头 宋大人也笑了起来道 其实 本来大竹风尚也是颇为热闹的 其实这段日子 几位师弟都出去修行了 没有人气自然也就安静了 还有啊 原先我们这里还有一头大黄 是我师父从小养大的大狗 谁知这几天居然也不见中影了 连狗吠声也听不见了 哎 这事奇得怪了 文敏白了他一言道 多半 也是嫌弃你喂他的东西太过难吃 这才跑了 宋大人哈哈一笑也不在意 陆雪奇看着他们夫妻恩爱 心中也颇为安慰 当下说笑两句 便告辞离开了大竹风 他白衣飘飘 欲见而行 这一日忽然心中有所烦闷 不想立刻回到小竹风上 或许是刚才师姐恩爱的情景 令他心境触动 一时间竟有种不能自己的感觉 不知不觉之中 他却是下了青云山 来到了那座 曾经浑迁梦系的草庙村废墟之外 芳草七七 清风阵阵 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他漠然站立许久 轻轻地叹了口气 清理的容颜之上 仿佛添了极许忧愁 迈动脚步 他缓缓而行 信不向着废墟的深处走去 残垣断壁分立两旁 在青草清风中 静静地站立着 他悄然前行 目光远离 向着周围默默地看着 眼中柔情无限 突然他身子一震 不可置信一般地停下脚步 只见前方的废墟深处 竟是心立了一座简陋的木屋 屋上歪歪地竖了一个烟囱 还正向外飘着青烟 屋子外边 有一片绿色的衣角碎片 在悠悠吹来的清风里发出清脆的声音 一阵诱人的香气从那木屋之中飘了出来 一阵奇怪的叫声猛然从那木屋之中响起 随后只见黄影一闪 却是从屋中窜出来一条老大的黄狗来 满脸堆欢撒开四脚就跑 在狗背上居然还骑着一只灰毛猴子 面上少见的居然有三只眼睛 手中抓着一只香喷喷的肉骨头 另一半紧紧抓住黄狗的脖子 口中乱叫 大概是催促着黄狗快跑吧 紧接着 从屋中跑出一个男子 粗衣麻酷 面上好像苦笑一般大声喊道 死狗死猴子 你们又来偷肉骨头吃啊 呼着他挣住了 眼中倒映着陆雪奇站在前方的身影 两个人就这般站着不动 彼此凝望着 多少岁月 人间情仇 仿佛都在这深深一眼之中 然后 他们同时笑了起来 一阵清风吹过 屋檐下的灵荡迎风而响 绿色的衣角轻轻飘起 仿佛也带着几分笑意 清脆的铃声 随着风儿飘然而上 回荡在 天地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